马街医院开幕不久 就举家搬到台东服务的林绍昌医师 30年后为了完成太太王一玉的梦想 花了两年的时间 盖了一座有如美术馆一般的旅店 希望客人住进来都能够获得平安喜乐 我们喜乐旅店基本上 它就是要完成一个人的梦想而设立的 那它的名称由来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的一生里面 我们最希望有两个状态 一个就是平安 一个就是喜乐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旅客他出游的时候 都是有平安有喜乐 所以我们希望 就把我们名称叫做喜乐旅店 那另外它的典故的话 就来自我们圣经加大太书五章二节 那里面提到圣灵有九个果汁 冷爱喜乐和平冷耐等等 那我们就是第二颗果汁 就是喜乐的果汁 好那我在这旅店里面总共有45幅我的原作 那很多都是特别为了这个旅店而画制的 那尤其是这个大厅这一幅 那就是子藤 那我们非常喜欢子藤 也喜欢墨内他所画的子藤 所以有点仿效末内我画的这一幅大幅的子藤花 那子藤是 我们希望我们战范的 我们希望我们战范的 引接所有的旅客 这样子 好那我们旅店它四周环境真的非常优美 尤其是杜兰山 我们台东的圣山 那我当我盖到六楼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景真的是太迷人了 所以我就马上画了一幅都藤山 前景有房子 中景有那个立即二地 背景就是我们的都藤山 但那云飘渺在那半三腰真是美丽极了 那这幅画在六楼 你出电梯就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我们会很想说 以画会有 那我们有很多的画作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他们来这里的时候 除了录著以外 也可以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基本上我现在是算医师 那现在也在经营这个旅店 那我们来看我的 在医院都是 比较愁美哭脸的病人 那现在是旅店 我希望大家是欢欢喜喜的来看我 那我们也可以交朋友 也可以谈心 我觉得这是 接下来人生的下半场 我想要做的这样子 我们logo是有请人家特别设计的 那基本上它是结合的 我太太很喜欢的那个 绣球花 还有锻造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菱形 是绣球花瓣的那种变形 然后另外旁边的那在菱形中间的那些 就是锻造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菱形 有四个菱形是往外扩散的 那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说我们 喜乐旅店能够把爱 还有福音向外 管传的意思 喜欢旅行 喜欢交朋友 个性开朗活泼 心思却十分缜密的王一玉 亲自担任监工 集合先生林绍昌 和一双儿女的能力及能力 为旅客营造出家一般的旅店 来到这里看到大师的优化 真的就是 让我每次拉到台东就感觉 这边真的是人文会吹的一个地方 对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惊喜在 你一进来就有感觉 有如美术馆那种感觉 你可以很放心 很安静地进行下来 慢慢地享受你的早餐 相当方便 因为旁边左手边就是最新的台东火车站 也是蛮方便停车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开车 或是自己坐的车来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王一玉喜欢花艺 不仅在大门口布置了一小块花坛 迎接客人 也在旅店的六楼打造了一座空中花园 让人白天小坐观景 夜间仰望星空 我个人非常喜欢种花 我对园艺很有兴趣 那我先生呢 他又很喜欢画画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因为我们常去欧洲旅行嘛 欧洲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太美好了 我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在一个建物上面 能够盖一个我很漂亮的建物 就好像欧式的这样感觉 然后把我种的花 还有我先生的花 能够结合起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我有一个公共的空间以后 可以结合很多人来 尤其是如果说有心里不愉快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抒发的地方 我相信我呈现出来的 有花 有画 能够带给大家心灵上的一种抒发 可以来这边清涂你的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很好解放的地方 一楼用花朵当元素设计的花时间餐厅 提供旅客buffet及会议设备 未来也将对外开放用餐及租借使用 整间旅店除了一楼大厅采新古典风格设计 五种房型及无障碍房型都以美式乡村风格呈现 3月17号旅店开幕当天 医师界 艺文界好友纷纷分门道贺 这天同时也为旅店中摆设的45副林医师画作 办理各展开幕茶会 感谢主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天气 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快乐 一起放心 来庆祝喜乐旅店今天开幕 还有我个人各展 算是我60岁的回顾展 没有住到产地 所以就在自己的里面展出 这里面总共有展了45幅我的画 在走道上还有大厅 大家等一下可以观赏 我们喜乐旅店经历了两年 很辛苦的建造 然后终于替我太太圆了她的梦 看到我们林医师从当医师 然后当了艺术家 再加上运动家会打羽毛球跟桌球 再加上现在也踏入了这个旅树业 我们感觉 我们真的要感觉 她已经横跨四个界面 是我们台东每一个人的标杆 这边是我刚听得非常的感动 一个爱老婆的表达方式很多 带老婆去旅 煎牛排给老婆吃 为老婆洗衣服 现在又加一项 盖一个礼店来送给老婆 我太太也有来啦 不过我要达成这个也比较遥远一点 但我会努力 我们林医师 比如说我们医师的人道的关怀 以及艺术家的信誉 以及观察力 创建了我们美容美奂的 我们喜乐旅店 以李医师的性格 他做什么像什么 像画画 他后来画得那么棒 我想这个旅店将来一定会事业兴隆 我昨天来的时候 我是充满怀疑 是真的假的 医生做这么久 所有的同学里面 有人读研究所 医学研究所 但是就只有林绍昌院长 他读了美术研究所 没有人有 所有的医生同伴里面 有人当了 诊所 开了诊所 开了医院 当了教授 对不起 只有林绍昌 医师 开了旅店 也都没有 我在想 那这是我们 这是至少是我 个人 追气不到的 在这边不仅是 羡慕 不仅是 恭喜 也祝福 那昨天晚上 我特别也在 这个旅店里面 煮了一碗 这个用料实在 其实每一个细节 每个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主内的人才会做的坚持 规模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是媲美五星级饭店 里面用的 这卫生设备 都是total的 这个世界一流的 他热善耗食 真的是 就是对我们同乡会 很大的一个鼓励 让每一个人来住的 都能够从环境 还有林医师的话里面 产生从内而来的喜乐 也祝福在座的各位贵宾 平安喜乐 我们的喜乐饭店 今夜宏开 宏图大人 那当然最后要感谢的 就是我的先生 林医师 他尽心尽力的 掏心掏肺的 老婆说要摘天上的星星 他马上就摘了 真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没有办法完成我的梦想 还有各位的支持 你照顾 真的是很感谢大家 那各位 看到我房间的设计上 有一些 就是说 比方说 有些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 插座特别多 尤其是昨天 力真传播来看一下 非常满意我们的插座 我们的插座非常多 如果有国外的客人来的话 会很满意 因为我有万用插座 有USB插孔 还有各地都有插座 在台东协同会 罗海鹏牧师的 勉励驻岛及诗般献唱 《长长喜乐》这首诗歌后 林绍昌医师以声控方式 为旅店进行开门仪式 这座临近台东车站 小巧而精美的旅店 正式加入服务旅客的行列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